闻蜜的大西北一座千年古墓等待着他们 哈尔比英带的一些这个帝王的天子的灵墓要打四十多人 究竟谁是大墓的主人发觉为何频频受阻 我们这个梳理了一下这个道路 一共是247个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遭遇盗墓贼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当中 考古工作者最怕碰到的就是盗洞 一个盗洞就足以毁掉一座大墓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考古工作者 曾经在一次发掘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247个道洞 考古上的规定 你要不打到板挥上面 你就不敢确定这是一个真正的墓葬 接着我们铲子打下去以后 打了一个礼拜多 那铲子就炸到那个木头上面 就根本马上让来 我说行 这是一个慕斯毫无问题 故事发生在1976年 那个让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年份 给我们讲述 给我们讲述247个道洞故事的人叫韩伟 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的他 当年还只是一个当地普通的文保干部 那年秋天 一两三百米 这么大的木头 那当时那简直兴奋极了 经过进一步勘测 很快 一个中字形巨大的墓室呈现在了考古人员面前 而且韩伟他们发现 这座大墓呈倒金字塔形状 从墓室底部到地面 竟然有24米 足足有八层楼那么高 算上东西两侧延伸的墓道 这个中字形的大墓 占地面积竟然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 几乎相当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他的比阴代的一些帝王的天子的灵墓 要大40多倍 到底是谁拥有这样一座巨大的地下灵墓呢 韩伟他们找到大墓的地方叫凤翔县 位于陕西省西部 南临秦岭渭水 史书上记载27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这里叫做雍城 曾经是秦国的都城 在秦国长达500多年的历史当中 有将近300年的时间 把都城设在了这里 如果没有猜错 这很可能就是当年秦王的陵墓 追溯秦国的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当初秦人只不过是为周王朝在西垂边疆养马的 秦人是如何发展壮大 最终击败六国 统一中原的呢 眼前的这座大墓会不会为我们揭开秦国统一之谜 提供宝贵的考古资料呢 考古发掘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 但是发掘工作一开始 韩伟他们就遇到了麻烦 从上边开口这个地方 我们整个踩开以后 发现了一些比较小的一个洞 当时说这个洞是自然坍塌的 还是碗袋破坏的 考古人员马上对这些洞口进行了清理 里面竟意外的发现了一些黑瓷碗的碎片 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 韩伟和他的助手田亚齐判断 这些瓷碗的年代应该属于宋代前后 为什么在这个墓中会出现宋朝的瓷碗呢 难道这不是秦国时期的墓葬吗 在许多这个碗口的地方 然后都发现一个烧的这个瓷口 这可能就是灯眼灯芯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点着一口 考古人员分析 这些瓷碗碎片很可能就是盗墓者 盗墓时使用的油灯 如果真是这样 那很有可能这座秦国大墓 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被盗了 而那个时候恰恰是我国历史上 盗墓猖獗的一个典型之期 宋代这个社会 它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皇帝就开始收集这个文物 收集藏品 那么这藏品呢 文物呢 当然是在宋代时候 就是价格比较高了 所以有人就要去在墓里面 去把这些东西掏出来卖 而随着发掘的进一步深入 韩伟他们的心也越来越悬了起来 虽然盗洞越来越多 但考古人员觉得 这座秦国大墓深埋地下二十四米 这些盗洞是否真的能够准确的挖到墓室的核心呢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 就在秦国大墓发掘的过程中 一则消息引起了韩伟的关注 在距离凤祥县八百多公里的湖北省隋州市 发现了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 同样遇到了稻洞 在开始叙述风土的过程中 就发现了一个稻洞 稻洞的选择非常之准确 不少人心里都凉了 而就在考古人员清理稻洞附近风土的时候 他们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你就在稻洞附近就是有一具这个死骨 那是盗墓贼 显然可能是盗墓贼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盗墓贼最终成了墓主人的陪葬品呢 考古人员揭开墓室的国板之后 真相才得以大败天下 因为这个墓里面有21具陪葬尸体 再加上墓主人 还有一具狗 那么它久而久之会 整个墓里面产生枣气 就是它就没有氧气 它下去以后它会窒息 这是一个可能性 还有一个呢 这个墓打开的时候呢 里面是充满了积水 反正有了水它也没法倒 正是因为这座战国时期的古墓 没有遭到盗墓贼更深的侵扰 考古人员一共清理出了 15404件珍贵的文物 其中 编中 尊盘等重要礼器的出土 更是说明了墓主人显赫的地位 很快 墓主人的身份 就从这些文物 大量记载的名文上 得到了证实 他就是战国时期 曾国的一位国君 名字叫乙 曾侯乙墓成功发掘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陕西凤翔 也给十年动乱之后 刚刚开始复苏的 中国考古界带来了一份惊喜 而这时 韩伟和他的助手田亚齐等人 却被越来越多的盗洞困扰着 这些盗洞 我们从他的位置关系上来看的话 你看他基本上是接近于墓的中心部位 他很少有这个墓镜靠近边缘这一块 有导洞出现 就说明当时盗墓的人 他对这个墓葬里面的这个布局结构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这个梳理了一下这个导洞 一共是二百四十七个 一个墓葬就有二百四十七个导洞 这在中国考古史上还绝无仅有 难道这一次他们真的要和两千多年前的历史答案擦肩而过吗 他们还能为我们揭开墓主人真实的身份吗 然而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 一些奇惠的棺果逐渐显露出来 那么这我们赞的这个平台 那么就是说这个国事开口的这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比较宽敞 这宽敞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要摆一百六十六位这个寻人 就当时他都是活人殉葬 活人殉葬在奴隶制的商周时期非常普遍 一些君主死后陪葬的不仅仅有奴隶 甚至还有大臣妻妾和随从等等 由于这些陪葬人身份较高 因此陪葬时也会使用棺果 而这一百六十六具陪葬的棺果的发现 足以说明墓主人身份的显赫 韩伟和田亚奇推断 这座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一位当年的秦王 而秦国在雍城立都的这近三百年的时间里 又有多少位国君葬在这里呢 由德宫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县宫 这中间是二十个秦宫 其实只要这座大墓能够完好的保存 就像曾侯以墓一样 一定会有很多记载墓主人身份的陪葬品 然而 这座秦宫大墓遭到了二百多次的倒挖 还能给韩伟他们留下什么线索吗 越是接近大墓的核心 韩伟他们的心也就越是沉重 很快 韩伟和田亚奇就通过一些倒动的形状分析出 这座大墓很可能早在汉代就曾经被倒挖过 该是呢 他是不知道这个能量怎么样节约这个能量 他就是挖得很大 那到了唐代人慢慢就挖成圆的 他人下的时候 这正面下 直这边下 到了这个宋代的时候 他仍然还不省力 他就挖成长矿性的 刚好一个人下去 慢慢蹬着下 那么这样 他就是我们能分来有汉代的 有唐代的 有宋代的 甚至宋代以后 其实倒墓活动渊源古远 距今八千多年前 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中 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地破坏墓葬的现象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 对倒墓者的打击也没有停止过 自古以来呢 可以说倒墓在伦理上的 就受到比较强烈的谴责 自古以来 可以说有文字记载以来 刑法就惩罚盗墓 而且这种像盗皇领来 可以是判处死刑的 虽然自古以来 历朝历代对于盗墓者都进行了严惩 但是 哪朝哪代都没断了盗墓 看着眼前这247个盗洞 在场的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 这些盗洞到底会不会对墓室造成致命的损坏呢 当考古人员揭开墓室顶部的时候 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非常凌乱 这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盗墓的人打下去以后 他整个破坏了一个稳固的这么一个完整的结构 这座秦宫大墓几乎被盗一空 甚至连墓主人的尸骨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整整在这里挖掘了十年的寒伟他们 欲哭无泪 他们能为我们揭开这位秦宫的身份之谜吗 而和凤翔秦宫大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湖北增侯以墓的发掘成果 震惊了世界 这套精美的编钟 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 却依然能够让我们领略到他当年的风采 整套片中保存完好 做工精美 堪称是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巅峰之作 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还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原来欧洲国家认为我们中国古代只有五升音点 工商就只有五升音点 那么初初一年经过我们实际的演奏 证明它是七升音点 古今中外的演奏都可以演奏 那么就是七升音点的发现呢 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就是说我们的七升音点比欧洲要早一些多年 无论是墓室规模还是墓主人的身份 秦宫大墓都远远超过了增厚乙木 但就是因为历史上遭遇了二百多次的倒挖 秦宫大墓留给我们更多的是遗憾和推测 整座秦宫大墓的发掘历经十年之久 十年的艰辛和等待并没有让韩伟他们有太多的收获 我就从三十八岁一直挖到四十八 三十八岁完没有白头发 等到这个木挖完已经有了手有二毛 已经有了白头发 这座秦宫大墓 是我国墓前已发掘古墓当中最大的一座 然而历经两千多年的倒扰 它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呢 考古人员搜遍了整个墓室 也没有找到一件可能记载墓主人身份的大型陪葬品 现场只是留下了一些盗墓贼遗留的小件器物 比如说有金器玉器 还有这个大型的器物都是被打碎或者是被盗 那么从这些盗墓贼遗留的小件文物上 韩伟他们又能否有所发现呢 就是在发掘的过程中 那么就是说发现了石庆 那么这石庆是他作为当时随葬的礼乐器 有一个编号为三百号的石庆 那么上面有天资宴席 那是贡还四四 贡应该是秦贡贡 还是秦还贡 那么贡贡和还贡的继承人 那么从这个秦人 这个秦贡的排序的话 那么应该是景贡 从秦贡大墓出土的灵散文物上 并没有关于这位秦景贡的太多介绍 而在很多史料中 我们得知秦景宫在位四十多年里 正是秦国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果不是那二百四十七个道洞 秦宫大墓留给我们后人的历史财产 将无法估量 据考古界相关人士 给我们提供的保守数字 目前我国每年有数千座地下墓葬 遭到破坏 如果任由这种态势的发展 我们留给后人的 将只有千古遗憾 我国历朝历代对于盗墓的惩罚 不可谓不言 直到今天我们的刑法当中规定 盗墓最高还可以判到死刑 法律之所以这样严格 就是为了要惩处那些破坏历史的罪人 其实这些盗墓贼 他们拿走的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和记忆 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 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身边的文物 来了解我们的历史 保护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样一品精神的财富 不要让中国的历史记载 毁在盗墓贼的手里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明星同一时间